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根廷也希望能够以赛带练保持最佳的状态 在欧美杯的比赛当中 阿根廷遭遇到了新科欧洲杯冠军意大利 后者在称雄欧罗巴之后 却没有能够从事预赛突围吴远卡塔尔正赛 让球迷大跌眼镜 而这一场和阿根廷队的冠军争夺战 也是基耶利尼的国家队告别战 可以说双方本场比赛的目的完全相同 那就是获胜夺得冠军 比赛开打之后 双方也都展现出了 是在毕得的决心 多次发生冲突足以看出 两支球队的求胜欲 但是整体实力明显占优的阿根廷 在场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最终在梅西的串联组织下 阿根廷靠着老塔罗 迪玛利亚和迪巴拉的进球完胜意大利 夺得了本届欧洲杯的冠军 一个是美洲杯冠军 一个是欧洲杯冠军 这也让球迷对于这一场比赛有着非常高的期待 但是在主裁判一声哨响之后 潘帕斯雄英阿根廷却完全掌控住了主动权 甚至可以说是一边倒掉打篮衣军团 整场比赛阿根廷在控球率略微占优的情况下 创造出了18次射门 其中10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 而意大利只有7次射门 从射门次数上也能够看出双方的实力差距 在刚刚结束的赛季 在大巴里表现不尽如人意的梅西 在回到国家队之后 又成为了那一个无所不能的梅老七 此战虽然多次射门都被俱乐部队友多纳鲁马化解 但是他却用传球盘活了球队的进攻 第27分钟 梅西左路扛着防守球员强行传中 助攻老塔罗推射空门得手 第42分钟 迪玛利亚接到老塔罗的直塞 单刀破门扩大领先优势 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 又是梅西传球推进 吸引全部意大利防守球员注意后 将球传给了迪巴拉 后者一触而将比分定格在了3比0 梅西通过此次一战和C罗平起平坐 本场比赛上演助攻没开二度的梅西 也成功当选了赛后的全场最佳球员 在他的率领下 潘帕斯雄鹰一战创造了两大记录 其一 此战结束后 阿根廷已经32场不败 打破了队史记录 其二 此战面对意大利 梅西63次传球58次成功 传球成功率高达92.1% 创在了14年世界杯对阵伊朗队之后的国家队单场最高 在获得胜利夺得欧美杯的冠军之后 梅西在国家队冠军数量上也成功追平了C罗 后者手握欧洲杯和欧国联两项冠军 而梅西如今也有美洲杯和欧美杯的冠军奖杯 而且他们二人也都是对史的射手王 梅老七在国家队团队荣誉方面终于能够和C罗平起平坐了 对于梅西和C罗来讲 他们目前最渴望的荣誉就是世界杯的冠军 而卡塔尔极有可能是他们最后圆梦的机会 期待绝代双胶能够在自己大概率以球员身份 征战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当中有出色的发挥 加油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